不要急啦 各位講啦 各位不要急啦 官司委員 各位宅哥 我們報告 有反對的聲音 有贊聲的聲音 我相信這是公平的 人家有發現 人家都要破傷 人家在公開的場合 講說已經把我破傷了 已經公共禁錄稅 已經公共破範了一個罪名的勤戰 大家可以注重 好 來 講重點 第一點 我們到40億區裡面 最榮辱 每次有建設都有破壞過來主黨 但是我希望說 有建設來 我們怎麼改善它 我們才有機會 讓北投的人 子弟 青年人 有錢多四少離家地的工作機會 但是不能經常主黨 要理性的來探討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要 少數人 要尊重多數人 多數人 要尊重少數人的聲音 這樣才能平衡 而不能一位的反對 我們今天拿這個地方 我們目的是 希望北投的人發展 因為我是一個家人 我沒有家人 我沒有家人 沒落 我實在是有家人 那些小孩 你外出去台北 都帶來的車子 打車子打到台北出 為什麼北投的人 不能有一點見識 所以說 我們希望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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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地層移動 什麼生態破壞 我相信說 在座所有環境的人 我們是專家 我們的聲音 要聽 反對聲音也要聽 但是最後的結果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聲音的時候 我們希望 塑助於台北世界那種公投 來公投 怎麼設計是一個公投 怎麼讓北投發展 怎麼讓北投成長 怎麼讓北投的子子孫孫 能有就業的機會 不要 要一個公投叫台北去 我相信這個部分 是我們所擔憂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說 大家 大家能夠理性的探討 好不好 不要說 來到這裡贊成人 就是把你破綻完 就跟你污名化 跟你怎麼樣 很對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團隊贊成 大家都有錢 好不好 謝謝各位聆聽 各位不要緊 我都會給各位發言 你不要緊 李國正先生 你家裡不是一直要發言嗎 我是北投文學院第一任的理事長 我在北投住了65年 我看在裡面每一個人 比我住了9 北投啊 以前啊 就是民國67年前 那品質住宿的品質很不好 因為房子蓋成 雲仙大飯店蓋了之後 一瓶賣三萬賣不掉 那時候因為 有一些色情 所以品質非常不好 現在已經不好 可以說 好很多啊 為什麼北投好 就是我們這一代 我做理事長 把北投從風化 把它變成 改成現在的休閒 一個飯店 市府的功能很大 市府 把它們色情改出去了 現在 我先講一講 你們不要吵 那我講 北投啊 現在台灣啊 你們都不曉得 葉子葉全 被大陸跟韓國佔據啦 你說不再荒野挑戰的話 台灣這個經濟就垮掉 馬英九安他們當選總統說 民進黨說 緩罪大陸來光客來 如果這幾年沒有大陸來台灣的話 很多啊 民進黨的人啊 在賺大陸人的錢啊 非常多 開領館 開領館的時候很多 所以我們看要不要 發展觀光 如果你們 田舍委員 不想發展觀光的話 就把它 廢掉 就把它取消 發展觀光多重要 大陸的發展觀光 我們才會說 為了競爛車 我就飄四幾人啊 從 從陳水門飄到現在 緩斷這些人 從四幾人緩斷到現在 你如果齁 在開始 智慧也是一樣 這樣沒有用 所以你們 騙子委員 拿出破例 要做我就做 不做就不做 不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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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做